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草坯南下折腾了很久 始终没办法赚到东吴的便宜 只能暂时先回到洛阳 当时这哥们儿的心情 那可真如厨房里炸了锅 酸甜苦辣啥味儿都有 总之一句话,一塌糊涂 乱糟糟一片 想当初他刚当皇帝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牛人 想打谁就可以打谁 就可以把对方暴揍一顿 当时他是特别不服气孙权的 想当年他的老爸曹操 站在长江边上 遥望江里孙权的战船 发出了举世闻名的长叹 生姿当如孙众谋啊 当时这个叹气 如果只是老爸一个人 在某个角落郁闷地发出一下 那也就算了,没什么 可是老曹吐出这个心声的时候 周边可是站着一大票为官的高管啊 是个个都听到这个声音的 在当时的曹丕听来 这话的刺耳程度可想而知了 哼,老爸说,生个儿子得像孙众谋啊 那我呢,我是他亲生的 就是说我不如孙众谋了 啊,老爸,你说话能不能给点面子啊 稍微给点台阶下行不行啊 你这话说的,不就是说 我们这一帮兄弟没有谁比得过 那一个被关羽称为江东鼠辈的人吗 这样的话,大家心里肯定很不服的啦 当然不服嘛 这种不服气可是延续了好多年了 后来他刚即位 刘备和孙权就掐起来了 这种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 导致孙权实在没办法 只能过来投降自己 曹丕接到那一封投降信 读着那些马屁话 当时就乐开花了 哼,老爸说这个家伙很厉害啊 可是老子刚刚上位没几天 他就自觉贴上来主动投降了 这不是害怕老子我的天威是什么呀 哎,老爷子啊 别的话都没错 唯独赞赏孙权的话 那是历史性的错误 曹丕当时的心里就超级爽歪歪的 自己不动一刀一枪 不费一兵一卒 就让孙权乖乖臣服 这份牛气 试问天下谁能有 我要以我曹丕的光辉形象告诉大家 孙权小儿其实是脆弱无比的 所以当身边的刘业劝说 孙权是在忽悠的时候 那曹丕就是不相信 他宁可相信孙权是怕他而来投降的 而不愿意相信孙权是因为怕刘备而来投降的 所以在当时他就轻敌了 错过了搞定孙权的最佳时期 当后来发现孙权打刘备 打起来是这么的心狠手辣 不仅仅是打败了 而是一锅断了 孙权真的不简单啊 自己才是简单的那个人啊 等这个时候 自己在带兵南下 向孙权叫板 东吴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所以虽说曹丕的部队比孙权多 装备也更加先进 但是愣是被东吴的力量在长江边上 把自己玩得伤痕累累的 最后不得不撤军 如果不撤 赤壁之战的续集就来了 等曹丕回到洛阳没几天 魏国军方第一领导人曹仁 就去世了 十年五十六岁 曹仁是曹操的从弟 很早就跟着曹操闹革命了 当初打袁术 在关渡之战破袁绍 他都立下了汉马功劳 后来在赤壁之战结束以后 他负责镇守江陵 和周瑜拖了一年之久 为曹操的撤退和后方的稳固 立下了一等一的大功 被人称之为天人将军 再到后来 相反战役当中 也正是曹仁率领手下的部队 挡住了气势汹汹的关羽 间接导致了关羽 后来败走卖城 整个三国的格局就此形成 虽说这一次攻击东吴 曹仁老猫稍须 错用自己的儿子 导致镇前大败 两个主将被杀 一世英明几乎毁于一旦 但这个并没有抹杀 他在曹丕乃至整个曹魏集团 当中的形象和地位 他去世以后 追世号为忠侯 这个忠就是忠心忠实的忠 再后来到了曹瑞年代 曹仁又因为一世大功 所以和夏侯敦 成玉一起享受 在曹操庙堂当中 受祭祀的待遇 可以说是无上的安荣了 这一年 似乎是老天爷注定了的 牛人去世的年份 刘备四月份没了 曹仁五月份走了 到了下一个月 六月份的时候 曹璋也挂了 关于曹璋的死 后世写史的人 似乎特别不重视的 往往都是一笔带过的 好像觉得 这个人有或是没有都无所谓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曹璋的死 对曹魏政权 是有深刻影响的 要知道 他可是曹操一大堆的儿子当中 唯一一个军事人才 而且确实是很有水平的 向来被曹操所看好 曹操对他也是最放心的 在曹操去世前的那几年 曾经非常用心地 培养这个黄须儿 极力把这个猛男 打造成曹家的最大的军事架 以便成为曹家枪杆子的掌门人 在自己死后 为曹家保驾护航 所以临死之前 老曹并没有想着 把自己的后世向曹丕交代 也没有向别的重臣移交 而只是单单把曹璋 从大老远的长安给调回来 这意思很明显了 就是想单独对曹璋交代一下事情 可惜啊 路程太远了 等使者跑过去 曹璋那边稍微收拾一下 立刻赶回来 这一来一回的 花的时间太长了 而曹操的病又太重 结果这个黄须儿还在半路上呢 曹操就已经去世了 那就冲这件事情 曹丕就必然对这个曹璋 另眼相看了 老实说 曹丕原本也很想拉拢一下 这个弟弟的 还曾经教他 如何在老爸那里 好好表现一下 哪知道曹操去世前的这个安排 让曹丕彻底愤怒了 把曹璋练为最危险的人物之一 更要命的是 曹璋这脑子 不知道怎么长的 跑到自己老爸那的时候 看到老爸已经去世 居然他多嘴问了一句 喂 老爸的印兽在哪呢 哇 这就不得了了 当年楚王 问喂 周王的鼎在哪里啊 结果被后世人臭骂了几千年 因为这就代表着他想问鼎中原呢 现在你曹璋问老爸的张印在哪 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 反正在外人的眼里 你就是想问鼎权力巅峰 哦 如果是这样 就别怪我当哥的手下不留情 态度不客气了 曹璋很快就被剥夺了兵权 然后曹璋让他去当专业的贵族了 哎呀 老老实实的在封国里面 接受监国的再教育 该吃吃 该喝喝 其他事你别管 也别问 只要你敢跨出一步 不管是跨出国境 还是思想上越轨一步 哼哼 你就给我挡着瞧 在普通人眼里 不用干活 吃喝度日 那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 但是对于从小好为将的曹璋来说 是郁闷得不行的 这就像把老虎困在笼子里一样啊 你说那老虎心里能爽能舒服吗 而且曹璋还规定了 没有自己的命令 曹璋是不能离开封国的 哎呀 这下曹璋真是气愤了 到后来 他看到曹植的时候 就曾经对曹植说 以前老爸临死前叫我回来 其实是想要对我说 让你来当继承人的 哇 这话说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可能曹璋线条比较粗 气头之上冒了一句气话 你没考虑着对自己的嘴皮子付个责啥的 可是话是会被传出去的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特别是在政治圈里边 拜托 你身边至少有一圈人是要告密的 结果 很快曹璋就听到这话了 那受到的刺激就不是一般的刺激了 我的个屈啊 你说这种话 你这是要搞我呀 你这是要谋逆呀 曹璋啊曹璋 你要再活下去 以后就了不得不得了了 于是 这一年的六月 曹平专门向命令 让自己几个兄弟都到首都来 啊 话是这么说的 咱兄弟几个 好些年没见面了嘛 对不对 哎呀 君臣归君臣 兄弟归兄弟 适当的时候 也过来喝两杯 再叙叙旧情嘛 对不对 哎 这话说的是在情在理的 你要不去 那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好吧 曹植 曹璋 曹彪那几个人 就聚拢到洛阳了 你看大家伙来了 人齐了 曹平就设了一个盛大的酒宴 对几个郁闷的兄弟 来个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啊 见了面以后 大家那份亲热感啊 好像根本没变化 就像当年光着屁股 在地上跑着玩一样 哎 就是那么的亲切 大家都感慨啊 哎呀 大哥 还是大哥呀 毕竟是老大呀 那想事周到 而且心胸宽广 也许人做了皇帝以后 不用担心我们来抢位置 所以呢 很多事情都放下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吧 既然是这样了 大家为什么不放开吃 放开喝呢 好好的续续情嘛 哎 吃着喝着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曹皮 突然扭头 对曹璋就说了 哎呀 那几个兄弟 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你留下 你呀 陪我去看看老妈 老妈 在后面 特别想你呀 好了 那几个兄弟 很知趣的 先撤了 就留下曹璋 乖乖的 跟着曹皮 去看老妈了 是啊 来都来了 老妈都不探望一下 实在说不过去嘛 况且 大哥专门指定 自己先去看老妈 这是一份 难得的情意呀 于是 就过去了 过去一看 哎 老妈不在那儿啊 只有一个棋盘 摆在那儿呢 哎 见到这个 曹璋挺高兴的 因为曹璋啊 喜好不多 除了好为将之外呢 就是特别喜欢下棋了 看起来 大哥 是让自己在这儿 边下棋 边等老妈 对吧 那成 那就下着呗 反正手痒很久了 当然 如果两个兄弟 只是盘腿坐那下棋 那是一点 没有皇家的体面的 身边 还得有人伺候着 还得放点 零食啥的 当时 这零食呢 是 红枣 哎 这种中国传统的食品好啊 自印补羊 补血补气的 特别是中原的红枣 个儿头又大 味道又甜 吃起来 那叫一个嘎杯爽啊 于是 两兄弟就开始一边摸棋子 一边摸红枣 那可真是 下着棋 吃着枣 欢声笑语 少不了啊 可是 没过多久 曹张就觉得 有点不对头了 自己这棋 怎么越下越迷糊了 皮身不是这个水平的吗 而且也觉得 似乎嘴巴里 越来越不顺味了 好了 刚有点警醒的时候 一张嘴 发现 自己啥话都说不出来了 眼睛一直 就一头栽倒在地 一大口鲜血 直接喷在棋盘上了 这个时候 后院里的老妈 才闻讯而来 叫大家 快来抢救啊 但是 等御医们 涌过来的时候 很快就宣布 抢救无效 曹魏集团 一代杰出的 军事领导人 曹张 与世长辞了 这一段的描述 是来自于后世的 是说新语 之前也反复地 为您讲到过 是说新语 虽说也算是史料 但是 更多人认为 它是南北朝时间 一部 类似于八卦杂志的史料 不能作为 百分之一百的信使的 可信度 是需要打折扣的 那好 我们就来看看 三国志是怎么说这事的 里面只有那么一句 说曹张 朝京都 急哄于底 也就是说 曹张来到京都以后 突然在官邸里 发了疾病 然后就挂了 这是很让人生疑的 理由很简单的 曹张是武将 是曹家兄弟几个里面 真正的军事领导人 他的战绩 可都是在马背上 一刀一枪砍出来的 这身体素质 不是一般文弱书生能比的 就算有可能突发疾病 那为啥是早不发病 晚不发病 偏偏是被曹丕叫到京都的时候 犯病呢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种观点 说是曹张的死 和曹丕无关 是和他自己的心情有关的 要知道 平日里 这位猛将一心一意 是在前线大砍大杀的 而曹丕呢 偏偏就是怕他发挥这个特长 硬是把他的军权给拿下了 一个肌肉超级发达的人 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堆 吃喝等死的废肉 心情当然郁闷到极点了 心里垮了 肉体垮下来就更快了 于是曹操硬是把自己给郁闷死了 至于在这期间 曹丕有没有动手脚 那估计除了曹丕自己 只有天知道了 所以这事绕个弯 还是间接和曹丕有关系 总之一句话 曹张一完蛋 曹丕的心里立刻就笑爆了 毕竟曹张一死 曹丕最大的威胁就没了嘛 心情不好才怪呢 可是曹丕你的心情好了 曹丕的前途就不妙了 大权独揽的曹丕 已经忘记了警惕了 更加坚定地执行 宁教外姓 不与兄弟的政策 也就是说 自家人必须隔离 而来自于外姓的那些牛人 应该慢慢提拔到领导岗位来 从后世的人来看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这种做法 是非常符合历史潮流的 但如果从曹家的利益来看 曹丕就等于为自己的子孙 埋下了定时炸弹 因为在这段时期 他提拔得最快的外姓人士 正是司马懿